当过期男爱豆把出道前就在谈的嫂子带上恋宗后 忍无可忍的嫂子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视频中这个欲哭无泪的女人是一位跟男爱豆谈了十年的嫂子 十年嫂是十年哥朋友的亲戚 当年两人一起来手而打工 被介绍认识了 还是练习生的十年哥安拿不住激动的心 对十年嫂一见钟情 于是两人在粉丝的眼皮子底下战战兢兢的开启了恋爱长跑 对此嫂子颇有怨言 不过为了十年哥的事业他一直在忍 可忍到第十年时他发现两人的感情变质了 一方面双方都舍不得自己长达十年的沉默成本 可另一方面他们对彼此早就没了激情 嫂子甚至希望男方可以去外面干点坏事 好让自己有个名正言顺的分手理由 就在他俩每天朝着对方演戏时一当恋踪找上了门 他的主题是找三对处在分手边缘的情侣 让他们交换度过为期七天的旅行 七天后可以自行选择要新的还是旧的 这两人一听提示行李就来了 紧接着十年哥先对其他女嘉宾发起了攻势 吃醋的十年嫂也不甘示弱 指着对面的冀州岛嘉宾说 于是抓马的一幕来了 回到酒店的两人开始各怀鬼胎 十年哥趁十年嫂整理房间时火速用手机 敲下自己想约会的人名 十年嫂的暧昧对象直接找上门跟他积了仗 这让还在屋子里的前任懵了 或是赌气或是真开心 接下来的两人跟新对象玩得分外头远 谁知在最终互选的环节里 他们居然还是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对方 究竟是试了别人才知现有的有多好 还是舍不得沉默成本 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女朋友正在胜利剧下的倾诉 韧带撕裂的痛苦 这个男嘉宾却只在乎他的眼泪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口碑 这就令无数恋爱中的女同胞血压飙升的吐槽 出自韩国一档史无前例的奇葩恋宗 他的内容是找三对情侣将他们打散 然后按爱好自由搭配约会 还可以做情侣之间的任何事 而节目组会细心记录下 他们跟新伴侣相处的每个瞬间 然后看热闹不行势大的发给原伴侣 但要想参加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那就是双方正处在分手边缘 而开头的这对情侣之所以会来 完全是因为男方是个冷酷男 早年男方当过健身房教练组的组长 女方去应聘教练时认识了他 觉得他既高大帅气 又总是承包公司里的脏活累活 是个很可靠的男人 于是他便将对方追到了手 只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 有些人给外人的事善意 给自己人却是锋利 两人交往近两年单独约会的次数最多十次 男方跟女方说话时还一边跟朋友打电话 女方身体比较弱 所以有时会忍不住向男友寻求安慰 可得到的却是一句这样的话 失望掌够了以后 女方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而当健身女回忆起这段心酸往事时 连身边那些只认识了一天的嘉宾 都感同身受了 谈了快两年的男朋友 却还在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名声 但更让人血压飙升的还在后头 林林平时爱答不理 可当女友跟别人约会后 她又像审判人一样 因此所有人都以为她俩到最后必分无疑 谁知在互选环节中 她们依旧坚定的选择了彼此 理由是这七天的相处让她们学会了怎样相处 只是快两年都没解决的事 真的只靠七天就可以要到病除吗 我不信 原来当一个恋爱脑黑话后说出来的话会这么冰冷 你绝对无法想象 视频中这个咄咄逼人的男人 在此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她和女朋友相识于大学社团 目前谈了约为五百天的恋爱 而在这段恋情中男方异常痛苦 她一方面很有自己的想法与原则 所以在女方向她输出不同的观点时 她不会选择附和 然而另一方面她压根就离不开女方 所以每次分手都是她卑微挽留 但女友并不觉得她在忍让 反而觉得很有负担 这让恋爱脑很委屈 就在两人摇摆不定时 一旦恋宗找上了门 她的主题是邀请三队处在分手边缘的情侣 让他们交换约会七天 七天后可自由选择原伴侣 或新伴侣 美名其约激发情侣 思考未来 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卑微 这个恋爱脑逼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每一场约会 十二跟新搭档去精品店里互相挑礼物赠送 十二牵着小手一起去体验潜水项目 十二拍一些甜甜蜜蜜的情侣款大头贴 果不其然 当节目组将这些照片一一发给她的原伴侣后 女生气炸了 但她更气的是 恋爱脑在新搭档那儿获得了充分的自信 所以在她又一次强调恋爱脑的爱给她带来太多负担时 男生第一次选择了反击 这番决绝的话让女友意识到一个事实 原来这段关系不是她一个人做主 于是女生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 她开始怀念男生过去对她百依百顺的样子 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因为仗着男方的宠爱 因此变得有恃无恐 最终在大结局时 他们还是选择了彼此 怎么感觉经意原谅的男方又开始恋爱脑了